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现今的样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最 modern 的元素周期表 但是实际上要真的讲到它的发展,它都是横跨了几十年的历史 这几十年发生什么事呢?大家一起看下一条片 这条片叫History of Periodic Table Animation 其实最开始的时期就是有一位叫做Yohan的德国科学家 他就是研究在1829年的时期 那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些element 而他就发现了这些element 有些是大家有共同的,similar的reaction properties 而是这些reaction,这些similar properties的element 分别就是有最左边的黄色这一节 那我们叫它今时今日叫group1的element 另外一节就是绿色的,我们叫group2的element 然后就是蓝色group7,蓝色group5和黄色group7的element 那它全部都是三个的 那他就说中间的element的element 就是前后两个商家随意的min 那在这里有点准,有点不太准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当时只能够去到这个地步 做到这个地步 那所以就是其实对整个Pirotic Table 里面他就起了一个成先的作用 因为开始就是把element 就是similar properties的 尽量尝试想办法,group together 将它们group在一起 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patterns 出现了这样 好了,所以你说如果那个时候的fail 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太过很fail的东西 但是呢,它有些少的insight 就是实际上对整个Pirotic Table 是有用的 然后就是第二个科学家 叫做Newlands 那这个科学家在其实他做的时期 他研究Pirotic Table 已经是有53个element 那他就将这样的chemical 就物质质地顺着排 那其实他就是利用每一只atom atomic mass 来排好次序的 好了,排好次序之后 他就说每一个column 的properties 它们都similar的 那其实你会发觉 有些东西是很适合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他这里已经有 Livium 有Sodium 有Protessium 还有Cecium 其实它全部都属于column1 那比如说是这里 它有Florine 有Clorine 有Bromine Rdin 是属于Column7 就是Group7 OK 那接着 Group2 我们这里有 是 只有Calsium 在这里 但是Oxygen 它有些 是有些 细细 但是后面就乱了 比如说 Normatal 里面有金属 是不是? Normatal 下面有金属 那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但是呢 我发觉它开始 就是尝试利用一样东西 就是利用Atomic Mass 来排他的Priorotic Table OK 但是 当然在它之后 因为有不少的科学家慢慢慢慢发现了一些新增的Atom 存在 新增的Element 而这些新增的Element 应该等到哪里好呢 那就很烦扰了 所以说 这个Priorotic Table 开始有错型了 它看得出一个Column 有它本身的 similar properties 今时有多个Group 但是它Group得不好 可以吗? 好 那直到就是第三个时期了 那就是几几年呢 如果你看回我们那个 给大家的Nooks 就去到169年 是吧? 那我们今次呢 我们看回第二个Video 第二个Video 就是真的说Mandeleevs Mandeleevs 那就是中文叫做 捷哲列夫 那他呢 就是一个很喜欢玩Priorotic Table的人 那他为了要搞清楚 是 每个Element 他的特性 是 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呢 他就 把所有的Element 全部呢 就下了一张卡 写了他的Symbol 和写了他的Atomic Mass Number 先写完 不要理会那么多 接着就是尝试真的排 真的呢 就是According to 根据 当时 已经知道那些 Element 本身的 是Properties 那呢 就真的呢 利用Atomic Mass 来排 那当然了 其实 你等于 好像当时那个 之前有个科学家一样 那 因为实际上 我们还没有发现 所有的Element 那 所以他排来排 一定会 是很困难的 那他真的排一排 就排了三日三年 排五点 那直至到他发一个梦 发完一个春秋大梦之后呢 果然就真的 他想到一些方法了 那 就 就 就 跟着呢 就是 排了一个 就是当时的元素周期表 那 当时元素周期表 你发现 就是有长有短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突破了 一定要每次是八个 是不可能的事 有长有短 那 而还有就是有长有短之而 这里还有很多 的 OK 那 所以呢 如果我真的给了这些卡 我自己做了些 给了这些卡 你去试的话 你发现原来都很困难的 就是说假设你完全不知道 每一个 symbol 它的意义和 number 你尝试一下排一下它 基本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 但是 他排好了之后呢 他就因为有这些洞 他就预测了 这些洞 是什么来的 那 他是 看一下先 比如说 这里有两个位 两个洞的位 那么他就预测 这两个洞的位 atomic mass 应该是多少 还有就是 他也预计了 就是他本身的 properties 就是according to 它是属于 哪一个column 和哪一个row 在附近的那些 element 它们的化学作用 跟着来 再相应的预测 那 为什么我们今时今日说 periodic table 元素周期比 是由他发现的呢 发现的呢 是因为 他真的预测到 即是说 missing elements 在他过后 打后六七年 就开始陆陆续续 发现了 而且呢 就放在他的 periodic table那里 有些 譬如这个 准确到 连atomic mass number 都被他估计 买的 那但是 希望大家留意 当时 他那个 是periodic table 是一个打动 table 有长有短的 当然 而现在 我重新再排列 他次序的时期 我发现 我就会将他 怎样 将他 是 打横 就是 现代的 periodic table 而现代的 如果我们去看 之前的video 是 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就是 一个 英国的科学家 OK 他就在 19 一几年的时期 一个 一个 一几年的时期 就是 改变了一个 想法 就是说 在 门兹联夫 Mandelev 年代的时期 他就用atomic mass number 来排次序 但是他 在那个年代 在物理学的角度 考虑 已经知道了 有proton 和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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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用 proton的 数量 去排 那就是以 今时今日 叫做atomic mass number 去排 这个 periodic table 所以 这就成为了 现代的元素周期表 所以你发觉 真的要说 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时期 那么横跨的时间 是差不多一百年 那么 有大量的科学家 是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才能够出现到 这个元素周期表 当然 其实这些名字 都是很厉害的人 就是说 对元素周期表 有很大作用 还有更多的科学家 可能密密无命 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个 但 有些可能有些少 有些可能 完全没有作用 都不厉害 好了 那也都可以看到 其实 是搞科学的东西 真的有时候 是 特别是早期 是 development 相对比较好缓慢 因为很多 很多东西 大家都没有很清楚 可以吗 好了 那 说完 就是这个 periodic table 整个development 之后 那 今天 我们就去看 这个元素周期表 他叫 periodic table 这个名字 是由 曼泽利夫 他自己 第一个提出的 因为 他就说 就是 每一个周期 比如说 是第一个 这个叫period 第一个period 这个就是最特殊的 例 我们不理他了 由第二个period 开始 第二个period 第三个period 它所有的 一些chemical 它们都是 各个情况 都是重复整个 series 的 OK 到第四个period 都是重复 series 那当然 就是说 我们多了一些中间有 过度金属 如果我们不理 暂时 不要理中间的过度金属 我们只是理 他们的周期性的时期 那 我们可以把 period 的table 分开做 八个group 八组 对不对 那就是 这个了 就是看他们的column 那 分别就是 1 2 3 4 5 6 7 7之后 记住 这个是第0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特别例子 那后面我们也会说到 为什么我们 不是叫做group h 反正 说完第七项 今天就去第八项 那 为什么我们叫做 第零组呢 那就是 一会儿我们后面会说到的 好了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 我们做回 summary summary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 period number 为什么 原素 原素 有它的周期性 在这里 那 因为原因 就是 因为原因 就是说 是 所有的 elements 它本身有个 所谓的 number of occupied electron shells 的 这里我举个例子 揭去下一页 那 以sodium 为例的话 它有多少 shell 是有electron occupied的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 这颗 是atom 我们就是 叫它做 the third period 的 可以吗 是 第三个 周期的 另外还有第二件 就是 它究竟是哪个group 我叫哪个族 那 就是 number of the third electron in the outermost shell 是最外围的 时期 有多少粒 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下面 这里 继续看下去 在这里 我们这个 Electronic Arrangement 我们看到 281 那第一个 最内围 第一个shell 就是 第二个shell 也是 最外围的 那它到第三个shell 的时期 那我们发现 就是它有一粒的 Electron 就是这个最外围的shell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原因 它是属于 第一 族 group one 是group one 的element 可以吗 好了 那至于 在这里 我们有些叫做 transition metal 就是group two 和group three 之间 的 我们叫过度金属 可以吗 那就是 在 元素周期表 刚才说的 这一节 这一节 这些过度金属 它们的properties 就比较麻烦 一些 所以 我们在中三的level 我们就不会 是很 很细致地注意它 只是对几只 我们可能也有些reaction 跟它们有关 会谈一些 的 OK 好了 那接着 在这里 留意一件事 其实如果 你看看之前的video 是 都会说到的 就算 Mangilev 它都搞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办 Hydrogen 应该等去 它不等进去 那 今时今日 有些 periodic table 就是 将它等在group one 和group seven 两个一起等 但是实际上 最好的等法 应该就是 我们这份 图10的等法 我觉得 就是Hydrogen does not fall into any group 它不会在任何一组里面 行不行 因为 你说它是非金属的特性 将它等到group seven 它又其实 跟foreign chlorine 那些不好似 行不行 它可以跟 chlorine 产生reaction 即是说 它有metal的特性 行不行 那 它似methal 特性 可能更多 但是它本身 不到电 所以它是non-metal 所以很离奇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 不等它任何位置 始终就是 其实 period one 都是烦一点 因为 上一个chapter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period 只有两粒 二粒 可以放进去 Fully occupied 都只有两粒 三粒 所以 你会发现 它麻烦的地方 就是这里 由group two 开始才是八粒 好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 刚才说的 第一个 exception 就是说 Priodic Table Hydrogen does not belong to any group 你highlight了 这些黄色的地方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就是 in group zero 为什么是group zero 因为 the atom of the first member have two altomal shell electron while dose of other member have eight altomal shell electron 第一个period 那一粒就是叫做helium 在上面 你看到 这个helium 有多少粒electron 是 altomal shell 是两粒electron OK altomal shell 最外围的 但是这个 最外围的 全部都是八粒electron 基本上 就是由这里 开始 直直到下面 全部都是八粒 那么下面 我们都会 特意和 说一说 这个group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 group H 那你有个exception 两粒electron 怎么办 那么 既然是这样 索性 就不叫group H 就叫做group C OK 不同 它定 好了 那这两个就是我们的exception 那 那跟着呢 我们要说到 就是说 across period 究竟呢 我们那个 这样的 这个priorctic table 有些什么特性 那我们呢 首先 考虑一下 就是它是solid 还是gas 即是说 在room temperature 的时候 它们的状态是如何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考虑一下它们的熔点是如何 第三个就是 分别所谓的melting point 和bonding point 还有就是它们是不是导电 而是灯电 而是灯电 还有就是 这个element 是分类属于哪一类 Metal 还是Metal 那跟着呢 都看完它 挺有趣的 就是它的大小 和它的化反应 如果是看这种东西的话呢 你发觉 在这里呢 我们拉一条红线给大家 在这条red line上面 这里全部呢 都是它的physical properties 是物理特性 就是它的化反应 能力 可以吗 好 我们开始看看 第一样东西 就是它们由solid 变到gas 可以吗 左边是solid 右边是gas 第二 它们的melting point 是一直在上升 但是上升到carbon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水 可以吗 上升到carbon 突然间跌 为什么呢 就是carbon 还是solid 温度越来越高 但是去到nitrogen 之后呢 温度又跌到飞起 然后呢 温度就怎么样 总体上来说 是向下沉 沉到neon 就是最低的 那个melting point OK 那bonding point 大致都是这样的 bonding point 温度都是越来越高 去到是 过了group 4 之后呢 那么它们的melting point 突然间跌到很低的了 跟着呢 整体上的效果 都是慢慢慢慢向下沉的 但是 exception 这个负196 比oxygen 和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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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可以注意 那倒电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它由moderate 去 由good 去到moderate 由moderate 去到pull 为什么这里有个good conductivity 的呢 留心 这个是exception exception 只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graphite 这边是写了的 碳里面只有graphite 才是good conductor 比如说你比较黑碳 用来烧鸡热那一只 那些黑色的碳 拿来倒电 它是绝对不会倒电的 可以吗 只有graphite 石墨才是倒电的 那因为它本身 是去到period 4 在化学上很有趣 很多东西可以砌得到的 所以可以砌得到 所以可以砌到有度电 也可以砌到不到电 也可以 而呢 还有就是 今时今日 我们有很多东西叫做炭水化合物 有carbon 因为carbon 它本身的结构问题 导致它 产生很多很多千变万化的化合物 那整个人体 其实大部分都是carbon 很多carbon 在里面 就是因为carbon 可以做很多东西 做building block 可以吗 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下去了 以type of element 来说的话 那我们就 在这里 首先 头两只是metal 接着就是 波狼就是 半金属 可以吗 半导体 那接着呢 就是去到 carbon 开始呢 我们就是内 metal的 OK 好了 那这个半径是怎样的呢 你发觉呢 就 竟然 越多 Electron 这个半径收得越紧的 越来越小 可以吗 整体上面的半径越来越小 下跌的半径 OK 那一会儿我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那还有就是最后的reactivity 那它由呢 就是很reactive 就转到它呢 就是 不reactive 相对没有那么reactive 跟着就 相对 就是 比较reactive 跟着就 去到 极极reactive 但是呢 去到这里呢 我们 说完第group7 跳到group0 突然间就 极度 不reactive 那这个我们也有想法解释的 对不对 那其实 这个这样的period 这个这样的做法呢 它的周期性呢 你可以看到 period3 一样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你发觉呢 就是怎么样呢 它由solid 转做gas 是退过了几格的 就是说 比如solid 转做gas 就是在group period2 那里呢 就是4 4和5之间 但是现在呢 是6和7之间 由solid变gas 可以吗 那还有就是说呢 你发觉就是 那个conductivity 呢 Good的那个呢 都向右退的 慢慢慢慢向右退的 可以吗 逐格逐格向右退 Metal也是 向右退了 一大格 是不是 OK 好了 但是至于其他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好 那跟着呢 我们来看看 是我们的summary 那第一个问题呢 the melting point and boiling point rises to elements in group 4 and then fall to low value 跳到上group 4 的温度 跟着就跌了 跌的了 那这里都是 是吧 升到上1410 跟着呢 就跳到44 升到上2880 跳到280 那你可以看到 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上升到某个位 突然间到4之后 就跌了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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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us一直在下跌 除了group 0 之外, 除了group 0 之外 最reactive element, 是 near the edge of periodic table 就是least relative in the metal, 记住一件事, 就是这边和这边是强的, 中间那些是窄的 以reactivity 为例, 除了group 0 之外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元素周期, 看到的特性 好了, 讲完这两页之后, 这里就是有个checkpoint Chapter 6 的第一个checkpoint, 大家尽快做了它 其实你可以对回之前的几个chapter, 特别是什么? Chapter 5 里面, 我们讲的有个 Electronic Arrangement, 和Electron Diagram 那些图, 那幅图, 和1-20的atom number 那些结构是怎样的, 拿着它就会很容易做得到的, 行不行? OK, 好了, 这里就是暂时停止了 那等你做完之后, 就请你开下一个video看 那金童鞋就这么多